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江苏降水化工厂爆炸谣传的后续报道 就在今天上午的11点钟 降水县人民政府通报了2月10号谣言引发恐慌案件侦破工作的最新进展 作为社会的凌晨 降水县有人谣传 陈家港光顾一臭 大湖发动场要发生落沙 引发群众产生恐慌并离意事发转移 事发后 动案机关立即对待事机立案政策 区域的最大 由于作事者和阿姨作为者 在省市公安部门的 有的支持指导下 降水县公安指导 精湛共产 干击政策 学的特殊性进展 而所有人 吸息必要 构于传播 宿假服务信息的 干责习记人 丙红唱 应后 预备刑事就有 为他行为人 祝宏池已成效重 预备行政策留 不及 公安机关的其他指名 阿姨存储 枢假恐怖信息的 违法犯罪协计人 仍在审查或证查之中 刑法第291条规定 编造爆炸威胁等恐怖信息 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 而故意传播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queries estava不及时 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